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台湾不管任何产业别大概都会告诉你降低成本很重要 那降低成本呢你的老板啦或者你的经理啦主管啦 大概都会把这个挂在嘴巴上cost down 那要是你学英文学一段时间的话 你处于这个学英文的同温层像我一样的话 你大概早就已经看到这个常会出现在你的脸书页面上或这些的 他会跳出来跟你说cost down不对 所以我相信知道cost down不对的人其实已经算是蛮多了 但我相信可能在网上一个年龄层的人还是会挂在嘴上 但是可能在反正一定年龄层以下大概就已经知道这样说不对 那可能就知道比较正确的说法 那我今天要讲的主要就是解释一下为什么cost down是错的 我必须先开中名义的说这个cost down这两个字合在一起 并不是一定错 我们的确可以组成一个句子 然后把cost跟down放在里面 然后会是文法上正确很可以用的 可是这样的句子呢 就是他不太应该被这两个字被摘出来组成一个字串 一个phrase 然后把它这样合起来用 这样合起来用事实上是不太对的 是没有错的 但我还是要讲这有可能是对的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句子就知道了 所以今天是要来用文法来解释一下下 为什么cost down是不对的 而它又怎么样可以对 那比较好的说法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搭配的故事其实是这个Google的这个服务 这个服务叫做stadia 还是叫stadia 应该叫stadia没错啦 因为stadium这个字 stadia 那它的想法就是弄出一个stadium 大家可以在那边打 打什么 打电动 所以这个是Google已经 努力拼了蛮多年的一个计划 就是让大家可以在云端打电动 你就不用买游戏机了 你用它的云端的那个计算能力 然后它只要传数据来给你 拿那个数据 经过一上下的传输 你就可以用你的手把来操作 然后打电动 你不用买游戏机 不用买游戏 好像idea是这样 你只要交一个那个subscription的fee就可以了 那总之他们这个计划要收摊 因为他们觉得是失败了 我个人也会觉得这个不成功啦 因为虽然说5G会要rollout出来 可是我还是觉得那个latency的issue 应该是很大的 那个大概不是重点 我们要回到我们今天讲的 就是cost量是错的 你光看这个标题你就看到了 它这里说 CEO啊 就Google的CEO 就Pichai还是Pichai 那他continuous cost cutting efforts 你看这里就有一个 很不错的降低成本的一个片语 cost cutting 这就是一个复合形容词 那你会cut 你会cost cost cutting 就是减成本 的努力 efforts 所以要修饰 efforts 复合形容词 那这个用法就不错 好 我们先再来讲一下下 我这边整理一下下 如果今天你要把降低成本 当成是一个名词来使用的话 那一样 我们不要用cost down 你可能可以说cost reduction 还不错 cost reduction reduction就是reduce的 动词的名词 那你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动词片语 因为cost这个字 多半可以用在 它可以用成动词 也可以用成名词 那你如果用成名词的话 其便加个动词就好了 就降低成本嘛 所以你如果要lower 或者shed 不是shed 不是大便 是shed 它有退皮之类的意思 像蛇在脱皮 也是用这个字 所以你也可以shed cost 你也可以cut cost 刚刚看的cost cutting 所以如果这三个字当动词 或之类的当动词的时候 你下一个词就可以用cost 那如果是特定的某些cost 你可以加一个the 可是你如果讲的是 很广泛意义上的降成本 你就直接讲cost就可以了 the都不需要 定管词是不需要的 你甚至可以在后面 加上什么东西的成本 例如说我们需要降低营运的成本 so we need to cut down 你看这里还可以加个down ok所以这个down 你可以加在这 这个是我之前在打笔记 没有稍微补进去的 你可以加在后面 所以我有点对不起大家 我这个评论 这一个 这一串的用法 看起来现在变得是 像老太太的裹脚布一样 裹得很长 这个reference多久以前 为什么突然间脑袋 蹦出这个reference 就是讲到那个 明末清初的时候 明朝末年 那个女人还在裹小脚的时候 他们说那个裹脚布又臭又长 有没有 所以今天这一串句子 已经变得像裹脚布一样 又臭又长了 I'm sorry 但是我们把它套进去试试看 so we need to lower down the cost of operation 这样就是降低我们营运的成本 如果说我们行销成本太高了 we need to cut down the cost of marketing 也可以 那down放去后面也是可以的 so we need to cut the cost of marketing down we need to lower to lower the cost of marketing down 所以你都可以把down放后面 又放前面 可是lower down就很奇怪 所以我也不能说这边一定能够 能够放down 所以要看那个动词能不能够组成一个片语 shed down也蛮奇怪的 但cut down是可以啦 所以好我把它拿掉好了 突然有点心虚起来 好anyway so we need to shed the cost down 还ok lower the cost down cut the cost down 大概还可以 加不加down真的没什么差 我个人觉得down还是蛮redundan的一个字 就是了 所以如果这件事把这些都省光光了 这就出现了我们台湾人用的cost down 对不对 yeah ok 就出现了 所以你看我这边也已经打好了一个句子给你看 所以我们公司在第一季的目标 就是把成本降低 我们真的能够写出一个cost down的句子 我读给你听 the company's goal for the first quarter is to bring the cost down this is good 这是ok的 只是这个片语是bring something down 那你不可以把这个片语的前面的动词拆掉不要 你只抓了后面的售词跟那个副词 这样是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奇怪的概念 那again我们如果把这个句子再替换一下下 我们只把那个cost down的部分换掉 换成正确的文法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换成 the company's goal for the first quarter is cost reduction 这样也很ok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主词 动词是b动词 再加一个主词补语 这个主词补语是个名词 所以我们的goal就是cost reduction this is ok too 再换一个 换成一个不定词做b动词后面的连接 so the company's goal for the first quarter is to cut cost 也很ok啊 so it's to to do something to cut cut what cut cost 所以才会有刚刚的cost cutting的这样一个概念 so if you want to cut cost you're doing some cost cutting measure ok 所以这负荷形容词的一个idea 所以就是动词加售词的时候 有时可以把它翻一翻变成一个 负荷形容词的片语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 可是我刚刚讲过去这样 你应该就懂了 好所以 大家解释到这边 希望你就可以理解 cost down其实不是错 只是说它是一个完整片语的时候 你把它的头拆掉了 只留下脚 听起来就很奇怪 ok 听起来就很奇怪 好 来 那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看能不能学到一些其他的什么英文 所以这边看到了 大概有一个叫做 gain traction 这个片语 我觉得还不错 yes 所以在这里说了 说啊 他们的 这个gaming service 也是就刚刚讲的stadia 他还没有得到 他该有的一个 算是一种动力吧 大家这个 就是会想要去使用它 然后大家一起使用它 就越来越红 所以我们就叫这样的 叫做gain traction gain traction 这个动词片也蛮常见 所以这个服务很遗憾的 没有gain traction 所以他们就会想到把它cancel掉好了 然后这个gain traction 用在政治领域上也不错 所以例如说 谁谁谁的选情 现在还不错 看好上涨 所以可能说 他成功频繁了 他的这个论文抄袭案 所以大家就觉得 哦 你是一个很诚实的人 你论文没有抄袭 我在讲一些梦话 因为事实上 好像现在台语上 论文抄袭的人都还蛮惨的 那假设今天真的能摆脱 这样的绯闻的话 不是绯闻 丑闻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说 他的选情 你现在在gain traction OK 好 然后再来继续往下看一下 这个还不错 OK 所以他们就 所以Google就做了一个 很艰难的决定 就干嘛呢 开始慢慢把这个 Stadia的streaming service 开始把它wind down 所以wind down So we've made the difficult decision to begin winding down our Stadia streaming service 所以wind down这个词 就慢慢把它转转转转 转到停下来 你想象一下 一个轮子在转 那后来你把它power cut掉了 它可能还在转 可是它只是朝 它的本来的momentum在转 那转转转转转 渐渐的停下来 这个就是在wind down OK wind down 那这个字不念作wind的 我们以前有讲过 今天大概不是讲这个重点 就wind这个字 W-I-N-D 它的动词是wind 那wind就是旋的概念 像是你选一台玩具车 发条的玩具车 选一选让它跑 这个就是在wind它 OK wind 我们也曾经讲过 unwind这个字还不错 就是你今天想要去放松休息一下 Instead of using relax You can say you've come to continue to unwind 所以wind是悬上 所以让你自己悬下 悬下天下蛮奇怪的 就让你紧绷的发条 给它释放一下下 就是unwind wind down 大家都可以 OK 好 所以大概 我们讲的这些差不多 因为这个新闻 说实在没什么了不起的 就是Google要把一个 service给cancel掉而已 那我个人也没有觉得很遗憾 因为我还是本来就不看好它 说实在 说不定真的在若干年 有6G 7G的时候 真的那个latency的 问题绝对就不再是问题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不定有一天 我们真的不用买游戏机了 什么东西都往网路上就可以了 就你想要玩什么3A大作 你也可以只是跟他买一个service 然后你就只要数据传输 你就可以玩那个游戏 你的电脑都不用买太好的 这个其实是很久很久以前 就已经有了概念 20年前我相信就有了 只是到现在还做不到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can still look forward to I guess So somewhere down the road we will be able to play video games like they intend us to do 好啦 讲到这里可以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